喂 天然 我跟你说啊 今天公司既然同意了 取消莫为淘汰制 是吗 我真是没想到 大老板竟然答应了 我本来以为 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毕竟我年纪这么小 经验也不丰富嘛 但是没想到 他跟我想法一模一样 我顿时对他好崇拜啊 我问你啊 如果你有个机会 和大老板谈恋爱 你要不要啊 你神经病吧 人家是大老板 怎么会看上我呢 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对啊 人家还是你哥哥呢 你放心啊 我呢 我就只喜欢你 对我来说 你哥哥就像那种 山顶上高不可攀的雕像 我就像每天都陪在你的身边 芬芬 我只想你了 我也是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去工作了 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 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 好呀 拜拜 拜拜 嗯 嗯